那么怎样才能用文字写出栩栩如生的画面 甚至是现实中你从来没有见过的画面呢 所谓文字的画面感又是怎么产生的 我们又该如何学习写出这样有画面感的文字呢 这就是我今天这堂课要教给你们的内容 不过更准确的说 我今天要教给你们的其实是训练方法和训练要点 重要的其实不是听我讲理论 而是你们按照我教给你的这些方法去练习 在介绍具体的训练方法之前 我要先给你们讲一个重要的概念 这个概念呢叫做文字的景别 景别这个词啊来自于影视术语 我们用摄像机拍摄一个画面的时候 一般呢可以分为全景中景近景特写 如果往前后再延伸一个景别啊 那就是大光角和微距了 但是这种景别用的比较少 所谓的景别我们用更通俗的话来讲呢 就是相当于啊它模拟我们人的眼睛 站在离对象多眼的距离来观察它 远近中啊还有微距盯着它看等等啊 那这个概念啊其实也可以用在 用文字描写一个画面时的感觉 比如说啊你现在脑海中就想象自己站在一条 熙熙熙攘攘的商业街上 然后呢你用文字来描写你看到的景象 这个时候呢就可以用不同的景别来描写这条街的景象 好我来给大家举几个简短的例子啊 我们先来看一段全景描写 我上面这四段描写呢 就是叫做文字的景别 我发现一个规律啊 就是我们在看到一段文字的时候 画面感是随着景别的推进而加强的 也就是说啊特写的画面感最强 然后依次是近景中景和全景 所以啊如果你想在总体上控制读者对你文字的画面感 那么你就一定要学会可以写出不同景别的文字 在必要的时候呢 你需要写出特写和近景 你才能让你的文字具有画面感 而且是强烈的画面感 我还有一个重要的经验啊 就好像影视剧需要景别的切换一样 有画面感的文字呢也需要切换景别 假如你的一篇文章从头到尾都是同一个叙事景别 那么这个画面感呢就会相对来说比较弱 增加别的景别啊 也就是增加景别的切换 就会增强你文字的画面感 好了那么建立了文字景别的这个基本概念后呢 我们就可以接着往下讲 如何写出有画面感的文字以及训练方法了 如果你能把一段文字写得有画面感 那么这段文字呢就是有生命力的文字 就是耐看的文字 这种能力啊其实是可以训练出来的 怎么训练呢 其实是反过来 就是你先从练习用文字语言去描述一个画面开始 这有点像我们读小学的时候经常要做的一类作业啊 记得吗 看图说话 现在呢我们要做的练习是看图说话的升级版 叫看片说话 当你能够熟练的掌握了把看到的画面用文字描述下来 那么你也就能很快的掌握把脑子中想象的画面用文字描述下来 这时候啊你就能写出有画面感的文字了 下面啊我来带着你们做练习 让我们先从一个最简单的画面开始 好看到了吧 首先啊 这个画面从影视镜头语言上来看呢 是一个中景 可能绝大多数人在描述这个画面的时候呢 会这么写 1996年8月7日 在白宫的南草坪上 美国总统克林顿走到发言台前 说道 好你看啊 这么写呢 在我看来叫中规中矩 没有什么毛病 但是啊 这是平庸的描写 或者说呢 这段描写的画面感是不强的 那么怎么才能让这段描写的画面感变强呢 关键的技巧啊 其实就是三个字 叫抓细节 那么现在呢 我把这个画面再播放一次 这次啊 我希望你留意画面中的每一个细节 然后思考一下 刚才那段平庸的文字 漏掉了哪些关键细节呢 好你又看了一遍 下面呢 你们来看 我怎么把这个画面中的细节给补充上去 我是这样描述这个画面的啊 我们的故事要从1996年8月7日 美国东部时间下午1点15分开始 这一天 风和日丽 阳光明媚 在白宫的南草坪上 美国总统克林顿面带笑容的 走到一个小小的发言台前 从容的拿出讲稿 朝前方看了一眼 然后说 大家注意 这些加粗 并且加了下滑线的文字 这些文字呢 就是我所说的细节 它们是让你的文字 有画面感的关键 你要捕捉画面中的细节 这些细节 就是让读者产生画面感的那些 关键文字了 实际上我刚才这段描写的原理啊 就是我前面给他讲的文字的景别的时候 我谈到啊 一段文字要有景别的切换 而那些细节呢 就相当于是特写 在原始画面中没有特写 但你写出来的文字 却是可以添加特写的 我们写克林顿的表情 写他的动作 这些啊 都叫做特写 你甚至可以在脑子中 把刚才那个画面 重新用电影的手法 你拍一遍 就是假设啊 你现在是一个电影导演 你要拍刚才那段画面 你会怎么开呢 你肯定不会一个镜头到底 你肯定会有不同的景别的切换 你会去拍克林顿表情的特写 你会去拍他手部的特写 对吧 那么你在脑子中 把这个电影画面重新拍一遍 然后呢 在脑子中放小电影 放完小电影以后呢 你再把你脑子中的那个电影画面 给他描写下来 这样就有画面感了 一篇文章中的人物 到底怎样写 才会让人觉得活 怎样写 又会让人觉得死呢 好 经过过很多年的 这个写作实践 我发现 这些你可能觉得 它只能是议会 不能言传的感觉 其实呢 并不是不能言传的 而是有一些确定规律的 今天呢 我就要把这些规律 交给大家 一个最核心的规律就是 人物越是立体 则读者 越是感觉鲜活 好 听到这里 你可能心里又开始吐槽了 说你这无非就是用了 一个新的抽象名词 来取代了原有的抽象名词 我还是不知道 具体该怎么做 你别急 我会把立体这个抽象概念 给它赋予可实操的含义 不会给它要玩弦的 一定是手把手的 交给你 怎么才能够把立体给它 实际的给它写出来 我们先来看一个例子 下面呢 我念一段文字 我上面这段文字呢 其实呢 也是挺不错的一段文字 它也是合格的 正确的描写 但是它最大的问题啊 就是给人的感觉 这里面的人物 是死的 不是活的 好了 问题来了 那么怎么才能让这个毕达哥拉斯 鲜活起来呢 当毕达哥拉斯把大地是个球形的想法 告诉他的学生们的时候 引起了阵阵的惊呼 有学生就忍不住问啊 先生 如果我们的大地真的是球形的话 为什么我们拿一张地塔 可以平整的铺满整个地面 而没有一点凸体的地方呢 毕达哥拉斯指着身边一棵 三人合抱的大树说 看 这棵树上有一只蚂蚁正在爬 我敢保证 在这只蚂蚁看来 这棵树的表面 它也是平的 因为蚂蚁的眼界太小了 我们人类在大地上就像这只蚂蚁 我们的目光能看到的距离 实在是太有限了 所以我们会认为大地是平的 好 我现在呢 希望你来体会一下 这两种写法的不同之处到底在哪里 这两段文字传递的信息量 其实呢 是大差不差的 但是前者呢 就像是那种学术专著中的文字 我们经常在各种各样的科普著作中都可以看到 而后者呢 这就更像是我科学有故事的文字了 它有非常鲜明的特色 那么他们的区别啊 其实就一点 就是毕达哥拉斯在我的笔下 他开口说话了 所以啊 让人物开口说话 记住这句话 叫让人物开口说话 就是让人物立体起来的一个具体的 可以实际操作的方法 那么除了让人物开口说话 你还可以让人物做动作和思考 也就是人物的心理活动 你还可以刻画人物的表情 还有他们的外貌 等等啊 所有能够反映一个人物状态的方方面面 这些啊 都是让人物立体起来的方法 换句话说呢 在描写一个历史人物的时候 你对这个人物的描写是越立体 那么读者就会感觉他越鲜活 他就会从历史书中走出来 走到每一个读者的面前 大家好 我是汪杰 欢迎回到我的知识写作课 那今天这一讲呢 我要对故事体的知识文的创作方法 做一个回顾和总结 让你彻底搞懂 我是如何创作 受到千万粉丝喜欢的 科学有故事节目的 那在前面的两节课中呢 我已经跟你说了 如何去写一个故事的开篇 以及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 就是把高潮想好了 你在动笔 这些内容啊 可以说是组成一篇 故事体科普文的零件 你掌握了这些技巧 马上就可以拿起来用 但是呢 还不能让你完成一篇 完整的文章 所以呢 今天啊 首先我要把科学有故事 这种类型文本的 一个总体的骨架交给你 有了这个骨架之后 剩下的就是填空题了 那我的音频节目呢 一般都是20分钟左右的一个体量 文章的字数呢 一般都在5000到6000字之间 因此呢 今天我就以一篇5000字的文章为例 来给你讲解一个 我最常用 也是最经典的骨架结构 我们先来看第一张图 那在这张图中呢 圆圈的大小啊 就表示字数 这张图可以看出 一篇经典的科学有故事的文章 可以分成五个部分 哪有五个呢 就是开端 故事主体 高潮 高潮后续 加结尾 每个部分的字数 占总体字数的比例 大致就是在这张图上展示出来的 就是圆圈和圆圈之间的大小比例关系 它呢 非常的直观 然后我们再来看另外一张图 这张图呢 是一个按照时间箭头 向右走的一个时间图 线段越长啊 说明这一段内容占用的时间也越长 那开端的那个地方呢 为什么我要把那个开端啊 标注在这个上面这个地方啊 那是因为开端的故事的发生时间呢 非常的短暂 换句话说呢 文章用的其实是一种倒序的手法 先从高潮的那个时间点开始讲起 然后再跳回到最初的那个时间起点 沿着时间顺序 再次讲到开端的那一刻 进入到故事高潮 这里有一个特别需要注意的地方 在这个经典结构中 故事的开端啊 必须是一个特写镜头 什么意思呢 就是它占用的字数啊 虽然很多 但时间呢 要很短暂 就相当于你要详细的描写 一个很短时间内的各种细节 这就有点像影视语言中的 那种大特写的镜头 故事的结尾 不占用时间的意思呢 就是结尾是一段 没有时间概念的抒情 或者观点输出 是为了拔高整个文章的利益用的 而不是故事讲完了 文章也就结束了 一定还需要一段额外的结尾 来给你的文章画龙点睛 那掌握了这个总体结构后啊 我再教你下面九个步骤 来完成一篇故事体的科普文 第一步叫概览创作对象 第二步呢 叫找到台风眼 第三步是针对台风眼大量查阅资料 第四步 心理想好文章的高潮部分内容 第五步是根据台风眼写开篇 开篇就是时间地点人物加悬念 第六步呢 叫内容铺陈 第七步就是抛出文章最核心的内容 也就是你的台风眼内容 第八步叫内容补充 第九步写一个结局结尾 好 下面呢我就用一个实例来一步步教你 如何完成一篇完整的科学有故事体的文章